1987年12月27日,路易爱黎在北京病逝 路易爱黎1897年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里的斯普林菲尔德 1927年来到中国,1938年组织工业合作受运动 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培里工艺学校 并同当地人民共同生活了9年 著有诗集工和、山丹笔记之夜、充满生气的北京的片段 今日中国和爱黎自传等 1982年12月,轮获北京市荣誉市名称号 事事后,邓小平为他提词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1997年,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安里诞辰一百周年时提词 崇高的品德、光辉的榜样